我是Dennis 我是無障礙生活手機APP的創辦人 很多人去街道很簡單很方便 但是我們見到一些鄰居人士去街道 他們很麻煩 首先他們不知道想去的地方 有沒有無障礙設施 第二就是他們不知道能否去 我叫小亮 我本身是一個處裂的病患者 坐了十多二十年輪椅 開始坐上鄰居的時候 其實有些不太習慣 發現路面上很多路面不平的位置 例如有時候可能高低差距有一定的距離 就變成有時候會卡一卡 不知道哪些餐廳 可以讓一些鄰居使用者 方便在裡面吃東西 看到鄰居人士去街道 他們很麻煩 首先他們不知道想去的地方 有沒有無障礙設施 第二就是他們不知道能否去得到 這個應用程式來講 主要是針對三類人士 最主要是行動不便的人士 特別是鄰居人士 我們希望鄰居人士和同行者 或者是他們的家人 方便出街的時候 便可以得到這些資訊 而哪裏有升降機 哪裏有斜度 或者是哪裏有電梯可以得到方便 他們拿到這些資訊之後 如何計劃他們去街道 或者去旅遊 我想他們涉本功倍率 方便很多 用過這個APP之前 可能全對目的地不了解 我可能要上網找很多資料 究竟我要怎樣去目的地 變了要花的時間是很多 這個APP 亦都很簡單 一拿上手便可以用得到 很方便 可以跟著地圖去走去找 變了不需要在中間停下來 去看看路線 我們希望那些使用者 或者是他們的陪同者 他們用了這個APP之後 可以將他們的資料 即收集到的資料 可以介紹 寫出來 或者在平台裏作出表 如果把這個信息 推廣出去 就可以幫助到 那些鄰居人士 或者行動不便的人士 方便找到無障的資訊 也要去看看路線 你可不可以做 可以按摩 你不願意 你會不會